各位馬漢 各位馬漢 我在台灣 曹卿勝請大家吃飯 吃完飯下來 很多在美國北美的大V 我們叫做大V 文昭 當然有大的數字 張文亮 整班人都在這裡 好像聽到名字的那些人都在這裡 現在台灣大選真的很嚴格 都很緊張 他們都怕輸 我看立法會分分鐘輸 但是台灣不是馬上發射什麼衛星、導彈 我現在看台灣的情況 真的有點像我們香港 差不多80年、90年代那樣 真的 就是又懶有風道 又被共產黨滲透到一塌糊塗 又不知道怎麼反擊 就是那些紳士 紳士不夠那些流亡鬥 就是你明明是共產黨什麼下流下作的事情做完 今天突然間在下午又說有導彈 突然間手機咪哩咪哩叫起來 原來說有導彈穿過台北的上空這樣說 是 早上共產黨什麼都夠膽做 但是台灣的人就不知道 他就以為好像我們以前中國的那些君子那樣 懶君子那樣 就輸在那裡 我看著他 真的的 分分鐘輸 就是那個風險太大 你跟共產黨不可以這樣 他們真的以為民主可以贏到共產黨的 你如果分開 大家不是混在一起 就肯定贏的 你說你 我說我 問題呢 他在搞破壞的 而且台灣不敢破壞他的東西 你明白嗎? 還說我們就不會主動出擊的了 我們不會搞台獨的了 我們什麼都不會的了 我還怕了激怒他 而共產黨什麼下流下作 什麼都敢做 就是差不多像我們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 跟他談判就懶紳士那樣 懶君子那樣 談回來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縮水的 共產黨最後就什麼都不跟 但是他就把你香港下來了 那個主權就歸了他 所以呢 台灣我看到也是很可憐的 就是當天我們香港人所有犯過的錯誤 現在他在犯著 完全整個國民黨 國民黨的父親、祖父那些全部是 被共產黨害了 趕來台灣 個個都家破人亡 逃了來台灣 那些子孫可以現在這樣說 一定要跟共產黨收好 人家是小利 那個個個都撲到他 個個都說要跟共產黨繼續生存 繼續做生意 他都不明白 他看看香港 香港起碼過去那四年 發生了什麼 我現在都沒有防火牆 可以看得到的嘛 但是那幫人呢 就是自己蒙著自己的眼睛 就是一個國民黨 一個民眾黨 自己蒙著自己的眼睛 現在說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個個都說要投票給柯文治 所以這次都有點危險的 這次我原本想著人家為了安全 沒有理由不投民進黨的 怎知道這幫人真是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我真是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不是很明白的 有時候的事情 他們說尤其是年輕的人 個個都說要投票給柯文治 我就不明白 我完全不明白 就是你今時今日在台灣 又沒有防火牆 你根本應該對大陸的情況很了解的嘛 而且這麼多台灣人去大陸做生意回來 帶了很多信息回來的嘛 這樣都硬硬撕壞去 所以我都是有一點點真的擔心 整個民主呢 他好像他忘記了跟你在玩的那些 跟你過招的那些人是不講法律不講規矩的人 而你呢就經常都守著自己講法律講規矩 那怎麼搞呢 被他贏了那怎麼辦呢 你不能說他贏了之後好像香港那樣 個個都有個方法 你根本就不能翻盤了 不是說今四年選了之後 這四年被你贏了下四年都可以 不是這樣就見什麼事了 他入了你的位子就入了了 根本就是踢他走都踢他都不走 你看香港就這樣就下場了 以為大家可以有什麼功能組啊 什麼什麼什麼啊 大家可以多少個位給你 多少個位給你 跟你談得好像很認真那樣 就知道當他交不了貨的時候 他就抓了你去坐牢了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 當然大家都很同情 黎智英 我也很同情 我離開香港也請我吃了兩次飯 這是一件事 但是當日你跟共產黨講數 包括何鎮宇 他們以為他可以說贏共產黨 說起碼講個平手 你根本就不是他們對手 他們的答應你什麼都可以不做的嘛 是吧 你說一國兩制的就有這麼大的事情 而且那些東西是鄧小平說出來的 玉智英說出來的 一國兩制 他說出來的 他自己都可以違背的 可以介紹一下你拿著什麼東西嗎? 我這次來台灣 實際當然我在搞那些選舉軟件 但是主要這次的選舉 那個台灣的選舉 這個很重要 今年很重要 而且有一點點危機 老實話 因為這個選舉是總統和立法會的 總統那裡應該就有一點點 算是佔了上風 但是立法會那裡就分分鐘會輸給國民黨 還有民眾黨 他們兩個合起來的 所以現在問題 你說國民黨 那些老爸爺那些全部是被共產黨搞到傾家蕩 家破人亡 怎麼會現在那些 現在那些國民黨可以這樣 跟共產黨 死都說要抱著共產黨 又不是沒有那個所謂的生活能力 要去抓去共產黨 就是他很容易被共產黨哄到 這件事真的跟我們香港當天都有點相似 80年代、90年代以為跟共產黨在談判 談什麼 談什麼他都不做的 所以你談得多好啊 就算你談贏了 到時實行的時候他不做 就是等於 但是你的主權不見了 給了他 這些東西 所以告訴你 真的很大的問題 就是全世界的人不懂得怎麼對付共產黨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不只是我們中國人的問題 包括你知道 整個歐洲就吃了大虎頭 是吧 就是那個歐洲 東歐 你看東歐 過幾十年 在共產黨之下多慘 現在才醒來 俄羅斯現在多多少少都是共產的 中國人真的一直由49年到現在 真的完全 還沒醒覺 有些還想著沒有了共產黨就不行 以為沒有了共產黨就散散了 真是沒有眼看 老實實說 我剛才這樣 剛才曹先生職貫 你們這些網知性很多 你們張天亮 差不多很多出名的人都來了 李天一 李天一 是不是李天一 李天一 好像水智媒體 哦 那方偉 她太太都在 文昭 文昭就當然最受歡迎了 這個最大的醫院 我不是靠這個吃飯 你知道了 就是我跟香港的觀眾保持聯繫 這個就是我的目的 我又沒有戰修 又不是什麽 我又不是競選 但是保持聯繫 讓他們知道我在做什麽 如果不然你做完 一大堆人都不知道在做什麽 你將來叫他們投票 什麽沒有發生 現在我不斷都在說這件事 所以我的目的跟他們有些不同 所有人都很尊重我 今天曹先生都很尊重我 幾好 大家都很好談 吃飯 但是你們今次在台灣 是不是多些講中共這些真相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台灣人沒理由不用 沒理由要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沒問題 我們天天都在講的 但是你沒理由不明白的 是吧? 今天下午都會有個飛彈 在台灣穿過 這樣都可以的 而且那些大陸方氣球也不打低它 那些飛機飛過來也不打低它 你如果不警告它就得寸進尺 欺負一下就欺負上頭了 我真的不太明白他們怎麽樣 他們以為大家太平了 你太平了 別人不太平了 大哥 這個問題在那裡 別人的出發點 不是一個它不需要顧及人民的福祉 社會經濟好這個那樣 它最重要是贏了權力 它可以贏了 它奪了權之後再講 但是你沒有了權 你什麼都沒有了 你看看香港的那種可憐法 他們沒有也不知道的 有些人後知後覺 有些人不知不覺 有什麽辦法? 那好像你們過去的話 有沒有什麽幫助呢? 我呢 就跟曹先生都講的挺有趣的 我想到一件事 因為我呢 對其... 就是我不是跟傳統做事 我覺得他們現在呢 曹先生就有個想法 他就說呢 可以怎麽團結台灣人呢? 就不統一 就是不跟中共統一 就是說呢 我們反對統一 反統的 反統就是可以統一 可以團結台灣人 這個是說得對的 是吧? 你沒有理由叫台灣人跟董婆統一 就是叫他們大陸住的 是吧? 你看一下大陸 他都不肯了 如果我們香港人有這樣的知識就好了 就是不回歸 如果我們當日香港人可以 死都說不回歸 就英國人不敢簽下去的嘛 但是我們有自己 我們也是不知不覺的 就是 就回歸了 那現在台灣的問題呢 實際可以什麽呢? 這個曹先生就說得很對的 就是反對統一 這件事情就全國 全台灣人民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就加上去 我應該做一個全民公投 關於不接受中共的統一 這個很容易贏了 贏了 是吧? 十個九個人都不會贊成 和中國統一的 是吧? 然後Jerry 你是台灣人 你一聽就明白我說什麽 然後跟著拿著這個公投的結果 這個合法公投的結果 全民公投的結果 就去海牙 去國際法庭那裡 說我們根本就做一個 第一 你沒有基礎 說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你拿什麽歷史基礎 根本就是台灣已經割了給日本的嘛 日本打完仗之後 就基本上就交了出來 但是沒有說交給誰 那時候外民黨就守著那個台灣 就沒有說交給誰 日本就說我退出了 所以台灣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 自從割了給日本之後 台灣從來沒有屬於過哪個國家 那現在變成了 你說統一 你憑什麽說統一 統一的意思是說你以前是統一 以前是一個國家你要它統一回嘛 以前從來沒有跟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過的 所以這件事去國際法庭 可以得到一個確認 他們對這個怎麼看法 大家看回歷史 然後他們按國際法來看 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如果不是的話 人民完全可以自決 人民已經做了公投了 完全可以自決 而且這個自決是有效的 可以拿到聯合國的 就是如果一個根本就 基本上完全可以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聯合國做一個會員 一向都是的 台灣一向都是的 台灣沒有正式退出 只不過就走了 那你就回去吧 我給我恢復那個會籍 聯合國的會籍沒有問題的 而且如果你做過公投的話 又有法庭認可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在聯合國那裡 你非常的站不住腳 就好像菲律賓 他去國際法庭那裡 說了那九段線 不承認那九段線 判了下來那九段線沒有用 變成什麼黃岩島什麼島什麼島 共產黨不可以說是他的 一般就是 你只是經過一個公投 經過一個法庭的主盤 那全世界就會支持你 人家講道理的嘛 共產黨講拳頭大嘛 但是這件事呢 這件事呢 就應該跟隨這件事 因為你贏了這樣 你公投親 說反對統一 接著就去國際法庭那裡說了 去那裡證明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有這兩樣東西 它已經完全沒得逼你的 它逼你的其它國家就有理據出兵來幫你 現在都有幫 但是理據就更加強 更加強 現在美國 歐盟 北約幫烏克蘭都很強 那個立場都很強 它講得出道理 但是我們譬如說回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現在什麼都沒有 代表都沒有 那為什麼 人家怎麼幫你 所以這個問題都很大 我對不起 台灣又說香港 兩樣都說 但是台灣的問題我覺得就有得救的 香港這件事情就慘了 因為已經交了主權 現在它拿我們幾個什麼立法會 行政會 都搞得太不同了 根本就要告就辛苦很多 真的要光復香港的話 要等共產黨玩完 但是台灣現在還未玩完 台灣現在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除了軍事場 軍事場根本就是日本 美國 英國都幫著它 但是那個之外 你還要在法律那裡 還有在公投那裡 公投這個是所謂的 實際上是一個民意合法性 民意合法性 在那裡做一些事情 就可以更加令台灣的地位 更加強 更加多人幫 所以這次我就跟曹生這樣說 我們選舉完之後 大家心裡研究 我覺得台灣 除了現在這樣 就不夠 台灣對公投 對國際法定 不是那麼信 我們香港人也是 我們對公投 對國際法定 我們都不是那麼熟 但是這個有法律效果的 你看看這次菲律賓 中共就是理規洋 理規洋 你要搞別人的那些人 你說了你那條線都不是 摩尼都不是 海洋法裡面 都沒有這九條線的 你怎麼亂作 你不斷有一條 畫地圖腦 畫了九條線就壞了 如果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可以畫 所以變成他去國際法庭那裡拿了一個審判 說那條線是無效的 那他出來 出師有名 做事一定要出師有名 那台灣將來 你不肯和它統一 你都要出師有名 第一 就是人民 人民說不行 因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主權是屬於人民的 不是屬於台灣的主權 是屬於台灣人民的 不是屬於北京的 不是屬於美國的 不是屬於日本的 是台灣人民的 所以這個公投很重要 公投了之後 再去法庭那裡 說根本 你完全沒有統一的理據 法律的理據 有這兩樣東西 你就硬很多 不要說要勸人 什麼什麼什麼 不用勸人 這些直接是有個程序 供全民公投 接著去法庭 要求法庭說他沒有權統一台灣 那你這樣 全世界的人都要說 和平 這叫做和平的鬥爭 一定要鬥爭 不可以每一步都退 或者每一步都說我頂住你才不行 要反擊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做到 但是台灣有武力了 但是美國又不會讓他去攻大陸 但是他起碼要在法律上 在政治上 應該是反擊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